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接着我用03号口径的针管笔在铅笔的线条上画樱花的花朵 樱花有五个花瓣 而且每个花瓣都像一个星星 所以樱花看起来特别的温馨和浪漫 在格子之间的空白处我还是用铅笔画很多线条 大家慢慢会发现这些线条组成了一棵树形 对 我就是要把树干也画在里面 在树干的上面也添加一些花朵 然后用针管笔在铅笔线条的基础上 把树枝和树干的形勾勒出来 并且进行填充 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考验大家的耐心 越是上面的树枝就越细 往下画就会越来越粗 大家注意填充树干的时候我用的是排线的方法 就是一根一根的线快速来填充 这样就能够保证填充的比较均匀 而且有透气性 另外一个版面的树枝和树干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如果大家想把这个树画的有生气 树枝的形就要注意自然分叉 用圆规加的针管笔把圆形的外辱括勾勒出来 我喜欢用一号针管笔把星系的英文写在每个格子上边 再用针管笔和直尺把所有格子的边勾勒出来 那么这份手上的板式就基本上确定了 我还想用波浪形把这些格子的边缘点缀一下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柔和 不要忘了 花朵里面也是可以添加线条的 这样它们的细节就更加丰富了 如果不想上色 这就是黑白的版式 接下来我选择粉色和油性彩纤 把每朵樱花的花瓣涂上粉红色 然后用深一点的颜色加深过度 用土黄色把树干空白的地方涂上 那么树干也会带一点色彩 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桃子部落 我们下期再见